我在法国旅行的时候遇上了全国大罢工 还有街头思维运动 预先买好的交通票全都不能用了 说到法国有的人说它是浪漫的 也有人说它是时尚的 当我用脚步去亲自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候 我感觉到整个城市其实都是一座很大的博物馆 因为它每一栋楼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红狐狸频道 我是Chloe 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了呢 因为我跑去旅行啦 那之前呢其中一站就是法国巴黎 那我个人呢在旅行的时候就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去研究当地的一些人文历史还有文化 还会观察他们的一些社会现象 所以呢这一集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关于法国这一个国家以及一些旅行续知 先说说巴黎吧 其实巴黎是法国最大的一个城市 同时也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商业的中心 而且呢它也是整个欧洲当中绿化住的最好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城市 最后呢它也是在世界上 其中一个消费生活费用最贵的一个城市 说到巴黎的历史文化 在公元六世纪初的时候 巴黎就开始成为法国的王都了 那在十世纪末的时候呢 修卡佩国王就在此建造了他的皇宫 此后又经过了两三个世纪 巴黎的主人换成了菲利普奥古斯都 那到了这个时候呢 其实巴黎已经发展到了塞纳河的两岸 当时候的教堂或者是建筑物呢 到处都是 更是成为了当时候西方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 而到了公元十六世纪末 当时的国王亨利斯斯将巴黎大大的扩建了一番 到了十八大十九世纪 巴黎仍然在逐步的扩大当中 大量的可耕地被城市占用 法兰西的第一个帝国后期 巴黎就拥有了七十多万的居民 以及千余条大街 到了第二帝国建立的时候 巴黎就已经并吞了很多周围的一些村庄 而且呢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呢 巴黎就开始去建造一些很宽大的道路 还有一些园林啊 还有公园等等 所以呢巴黎就开始变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样 那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 法国巴黎的华裔人数多吗 那其实关于在法国的华裔人数呢 政府是没有给一个确切的数据的 他们只是透露说呢 在法国旅行或者是居住的华裔呢 总共差不多有六十多万到七十万左右 相信你一定听过 只要到法国巴黎去旅行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他们的扒手 因为呢他们会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就偷走你的财物 所以千万不要携带太大额的现金 而且呢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也绝对不要露出你的钱财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去搭理任何和你搭讪 或者向你求助的陌生人 因为他们很可能有同档 而且在计划着如何偷取你的钱财 那我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呢 其实真的有遇到很多搭讪 或者是主动向你求助的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国籍 反正就他们可能说着不流利的英语 可是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旅客样子啊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提供你很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理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很恐怖 因为整条街几乎都很多的乞丐 或者是难民 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安全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不要独自烙单 还有一些照片者 他们会假装成警察要你出示你的证件 这个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拿出你的证件 一定要要求他们出示他们的警察证件才对 因为真正的警牌 其实是有一块白底的三色塑料卡 中间还会印有police的字眼 蓝白红条纹穿过中间 正反面均有文字标示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在法国的话呢 千万不要拿美金去和他们换欧元 因为这么做是犯法的 其实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 大部分都是听得懂英语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路的话呢 最好还是选择年轻人 因为他们比较愿意用英文去和人交流 如今的法国使用的货币是欧元 那作为西欧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呢 其实在法国旅行的话 它的消费水平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法国巴黎 更是所有城市里面消费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一般而言呢 中等的正餐人均差不多是25到40欧元左右 那相对便宜一点的酒店呢 它的住宿一晚是60欧元到100欧元 而城市内有地铁还有公交交通 费用呢差不多是单程2欧元 那大部分的博物馆、城堡、美术馆还有宫店等等呢 它的入门票是差不多25到35欧元左右 那如果你想要体会更多更奢侈的法式生活 或者是食物的话呢 那么预算当然是更高了 那我之前就有提到我在法国的时候呢 刚好就碰上了他们的大罢工还有思维活动 所有的公共交通运输都停止使用了 那事先买好的票呢 都完全不能用 所以都是浪费报销了的 所以当时候呢 我们选择了步行还有偶尔搭Uber 因为其实当地的Uber是非常的贵的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是可以步行的 因为其实整个巴黎呢 它也不算太大 重点的一些观光地点 或者是商场呢 都是在附近的 所以步行的话是可以的 最后如果你要到法国去旅游的话呢 就建议是春天的时候去 一定要避免的是圣诞节前后的期间 还有2月3月的学校假期 因为所有的价格都会飞涨 那来到法国巴黎 有什么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呢 在这里我就直接总结了一些 我自己去过的一些地方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Eyfe Tower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巴黎铁塔 但是呢 你一定要在网上预先买好入门票 不然的话呢 他的队伍是非常长 而且等排到你的时候 你大概就已经没有心情了 那当然我也去了一些宫殿 美术馆 博物馆 城堡等等 那是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预先去购买入门票的 千万不要等到当时候才去买 因为呢你真的需要排很长的队伍 如果是天气冷的话 你就要忍受那个很冷的天气 同时我也去了巴黎的塞纳河 塞纳河它本身呢也是巴黎的母亲河 大家可以在上面就是购买它的那个 邮轮的门票 然后你们就会绕那个河一圈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物 还有看到一些夜景等等的 但是这里呢 我其实想要分享我看到的东西 就是当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所以呢 其实你会经过一座一座的大桥 那些桥呢 都有非常美丽的标志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每一个桥底下都有很多的难民在那里居住 而且有很多的帐篷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巴黎真的很多难民 大家如果去旅行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那在这一支影片呢 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就是法国当地的一些文化 还有他们的社会现象 那如果我之前说过 我在法国的时候遇上了大罢工嘛 其实这场大罢工呢 是因为法国政府 他改革了现金的退休金制度 那部分的法国老公呢 他们就担心说 如果改革之后 他们的这个退休金会被缩水 所以他们纷纷的走上街头 那这场大罢工呢 则是涉及了全法国每一个城市 甚至呢 是有很多人跟警方发生了 斗欧事件以及暴力事件 最终被逮捕的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导 此次的大罢工 涉及了公交 能源 教育 医疗等等行业 罢工游行也造成了法国 全国的交通 几乎全面瘫痪 巴黎16条铁线路当中 有10条是完全停运的 全国90%的高铁停死了 而且就连法国航空公司 也取消了30%的国内航班 这一次的罢工也导致 巴黎约有300多所的学校被迫停课 法国全国70%的学校 受到了罢工的影响 那说到这里 你大概就能理解 我作为一个旅客的无奈了吧 其实因为呢 我当时还需要从法国大高铁到英国的 我们真的非常担心要被迫停留在法国 不过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很多的这些旅客的重点区呢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警察 还有军人在附近巡逻 所以呢 其实看到这些军人或者警察在附近的时候呢 还是会觉得比较安心的 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相对来说呢 游客区还是比较平安的 如果说以后你有机会去别的地方旅行的时候 刚好又碰上了这些罢工啊游行等等的话呢 你一定要上网查清楚 到底这个国家和这个地方呢 什么样的一些某特定的地区是有进行示威活动的 你就一定要去避免这些地方就好了 那刚刚就有提到 我们在法国看到很多的难民 其实呢 同时也有很多的外劳 不论是非法或者是合法的外劳 都有很多 大部分呢 其实都有来自罗马尼亚等等的这些居民 根据一份9月底出炉的年度民调呢 法国帮人阶层当中就有88%的人 是认为说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 而这个比例在公司的职员当中就占了6成 同时在管理层当中也占了4成之多 总而言之就是有60%的法国民众认为 法国已经不是以前的法国了 那因为现在是冬天的到来嘛 很多没有得到安置的非法难民 正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那我在法国就有跟当地的一些店员聊天 从他们口中得知呢 其实法国巴黎这个地方呢 每天早上都会有无法计算的非法难民死亡 所以就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呢对他们而言 其实早上看到死去的难民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其实从去年开始 法国登记申请避难的人数 就已经攀升了32% 如何去安置管理并且要分流难民 目前是法国最大的难题 那大部分的难民生活呢 都是非常艰苦的 那这趟旅程呢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呢 我就有研究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社会现象嘛 那其实呢 他们当地法定的工作时间 一周是35小时 那公司管理层呢 通常都会把他们的加班时间 转换成待薪假期 然后呢就会利用这些待薪假期 以及休息日呢 去参加一些文化啊 教育啊 还有一些不同的活动 去充实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 分享 留言 还有一定要按订阅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这一张我们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得到第一首消息 红福利频道 每天和你一起从生活中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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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